我昨天从昨天一整天的课程 我有学到了 印象深刻的点是 那个Dr.China人生中 我现在是14岁 在人生阶段拍完 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阶段 我应该要自律 然后自强 然后要多一点勇敢 我觉得我可能回到去过后 我应该会要维持我的早睡早起 然后运动 减肥 我要维持这个东西 要持续 然后勇敢的话 就可能在学校可以参加多一点东西 然后就可以越来越勇敢 刚才也可以上舞台什么 其实我里面最有感触的一段 是让我闭上眼睛 然后在我身处黑暗的时候 他会在那边说爸爸妈妈 这样子的时候 我会在想 来到这个世界上 那我可能就是需要努力 去可能回报他们的养育子恩 或者说也要让我在这个世界上 活得有价值 就是不能白来一趟 我这个年龄阶段 最主要的是学习 可能就是在有假期或者空档的时候 我可能就是会出去打工 因为我家里人会跟我说 就是其实打工是真的不是能赚大钱的一个出路 所以可能就是在我这个年龄阶段 假期空闲的时候 就去外面打工啊 积累一下社会经验啊 机长实力 然后这样子出去大学之后 我就可以实践出来 可能出去创业也好 我还没想到 我还没想到 我真的帮你 我还没想到 我还没想到